距离罗志祥的青春伤痛文学作文 男孩女孩发布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相比于罗志祥的骚操作 周扬青的漠不发声 似乎更加的值得人玩味 罗志祥为什么敢在这一天发文 还特地掐在了周扬青生日的点呢 不怕他一个被激怒突然又甩锤吗 还是说像更多人猜测的那样 俩人已经悄悄复合了 罗志祥暗示俩人已经复合 的确如果说俩人已经复合 倒是有不少的蛛丝马迹的 比如说罗志祥六千多字的小字文里 最后一段说最后这一篇我没有传给你 则告诉大家呀 他每天发一篇文章给周扬青 第十九篇才没有发给他 而是直接跟前面十八篇一起发了微博 分手私插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连接着十九天被小作文骚扰都没有拉黑 真的没有一丝丝的顾及旧情吗 增加大家猜测的是罗志祥一直的暗示 比如说前两天啊 抖音有一个投票说 是否支持罗志祥和周扬青复合 罗志祥是直接用大号投给了支持 这不是搞事情是什么呢 而且罗志祥还在爱因因子上面发了一个2020 restart的红色按钮 一次暗示重新开始 反观周扬青的态度呢 跟当初在微博捶罗志祥完全两样 按理说呀 罗志祥这些骚操作周扬青不会看不到 毕竟呢 最近他在抖音也相当的活跃 但是上面呢 他还保留了跟罗志祥过去秀恩爱的视频一条都没删 毕竟按照大家的理解啊 这么个硬的内容应该早就没了 或者呢 已经设置成自己可见了 还有网友发现 周扬青把之前跌破大家三观的微博评论给删了 高赞评论呢 都是粉丝跟他的友好互动 而且啊 周扬青曾经用小号大半夜点赞过罗志祥的新闻 一个小时之后又取消了 即便是手滑吃瓜 也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 还睡不着 去网上搜前男友新闻吧 再者啊 罗志祥出轨不是第一次了 在周扬青和罗志祥刚在一起 没有多久的时候 两人分手 罗志祥跟其他人在一起 周扬青还坚持在微博庆祝两人的纪念日 甚至祝福他跟他其他人的幸福 毕竟啊 罗志祥的道歉三连 可以说是跪圈渣男的公关典范了 如果不是渣的太丧心病狂的话啊 第一步 表明自己做错事情 但是感谢两人曾经相识相恋的过往 第二步 火速认错 怂得让周扬青都不好接着放锤了 第三步 卖惨 顺便澄清自己母亲对于周扬青的态度 因此网友吐槽 最后一步的申请人设 还暗示大众和好了 大家不想要继续扒了啊 周扬青呢 也不会再继续放锤回怼了 种种迹象来看的话 难道两人真的复合了吗 罗志祥 为了钱 可以继续舔周扬青 醒醒啊 周姐 难道你忘了 你俩刚分手没多久 罗志祥就跟20多名性感女主播 开泳池派对嘛 更何况呢 还是在疫情期间 而且罗志祥还发视频 挤眉弄眼 还说还内涵周扬青 整容说 什么叫素颜 没有贴过眼睫毛 没有疼过鼻 没有疯过唇 没有垫过下巴 这叫素颜 就连卖深情人设的小作文 都谎话连篇 这样的渣男还要复合吗 分手四个月都不吭声 现在卖深情人设 这不是求复工是什么呢 就像网友说的 罗志祥这些举动的话 不求复合 但求复工 如果说罗志祥跟周扬青 复合成功 即便大家觉得 吞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也不会继续抵制他 毕竟呢 感情说到底 还是两个人的事 这样一来啊 罗志祥可以继续在大陆圈前了 还有网友说 如果罗志祥是真的爱女方 为女方着想 就不可能在女方支持者 最多的时候来求复合 至少得瞬间过去之后 自己洗白 大家都知道啊 这段时间 周扬青的路人员一路飙升 如果这个时候 跟罗志祥复合的话 真的是会造成一堆人脱粉的 所以大家才会在 周扬青微博下边 劝他 快逃 周扬青 罗志祥事业的贵人 除了这几年的恩爱情侣人生 帮罗志祥是圈了不少的粉 周扬青在罗志祥的事业之上啊 更是好几次 起了一个帮助作用的 比如说 罗志祥在小作文里边说 从周扬青那里学到了狼人杀 而蝴蝶姐姐 简凯乐主持的娱乐百分百里边 罗志祥便提议 引入到狼人杀 这一板块 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播放 使得节目的收视率重回巅峰 单看评论呢 也能够发现 这一环节 对于节目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了 罗志祥说 过往亲为了好玩 给他换女装 俩人看起来像姐妹 这也引出了 极限挑战当中 周扬石这一角色的出场 这对于罗志祥在 机条的表现 真的有多么的重要 想必看过节目的朋友们都清楚 这一女装角色大受欢迎 罗志祥也是细心的经营 不管是节目当中扮女装 还是微博日常 甚至给他制作了舞蹈版的MV 将这一角色 是营造的真实可信的 之后 更以朱碧石的形象 参加了东方卫视跨离演唱会的演出 包括罗志祥 还说在自己的翻身之作 美人鱼拍摄的时候 压力很大很沮丧 是周扬青到饭店 陪他对台词 跟他聊天 放松心情 最后调整好 他的状态的 换言之 周扬青还真的是 罗志祥事业上的贵人了 扑术迷离的复合瓜 但凭周扬青在罗志祥发文的当天 没有跟粉丝互动 就断定 俩人已经复合了 毕竟他前两天 孩子微博回网友 非常硬气的表示 自己什么都没闪过 而且根据罗志祥的爆料 大家都知道 周扬青没驾照了 于是周扬青在小号里边自报 说有个学开车的节目找他 模特凯凯还在下面 劝他说 快把车学了 等出国的时候 可以一起轮流开 这个凯凯是罗志祥和周扬青的 共同好友 当成了周扬青在微博 官宣分手的时候 凯凯还在微博下边 为他开心 说周扬青属于更值得的 罗志祥配不上 如果说两人已经复合了 那凯凯还能够在下面 继续热情互动吗 PSR 芒果台的学车节目 还主动的到周扬青小号标 下去认领 顺便也做了一波广告 倘若两人复合了 这件事情最大的赢家 恐怕应该就是 预言家正爽了吧 罗志祥和周扬青复合与否 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做出决定 不过当初周扬青 思罗志祥有多么的决绝 大家就有多为他叫好跟心疼 如果复合了 只能够说当事人心里强大吧 毕竟周扬青跟罗志祥之间 分分合合的九年时间 就原谅过罗志祥劈腿了 所以也跟大家一样 不希望两人复合了 但如果两人还真的复合了的话 我也不想说啥了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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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